很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本质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停留在自身感觉上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没有办法清楚的看清楚这个党的本质 但是当读明白宪法看清楚宪法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成为 推翻中国共产党一些基础理论 一些真正的炮弹 就可以让更多有志之士推翻中共的人 能够获得更多的 让民主更清晰开启民智觉醒的一些有力量的东西 让更多人愿意去通过研究中国的宪法 向整个国家更多的人揭示中国本质是一个奴隶王国的本质 最近朋友给推了一个东西 挺小的一个东西 不是什么大事 挺小的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一个大学的司法专业的一个考试题 司法专业的一个考试题 大学的选择题特别简单 然后这个题看完了以后 因为从这么简单的一个题我一看 我当时自己就一下觉得自己还是蛮惊呆的 其实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中无时无刻 无处不能找到这个国家的本质 但是可能大家原来生活在中国的时候都忽略不计了 所以呢 这个考试题我一看再次体会到了真正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这种流氓特色 确实算计的很深 在很多里面司法各种里面都放套 设计的特别深 计算的很厉害 在这个方面 确实是让人佩服至极 确实很专业 歪门鞋道干的专业 在使坏方面 在流坏水方面 中共共产党绝对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这道司法考试题是关于一个宪法的考试题 选择题 这个题目的答案就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在疫情期间也好 在现在这个洪水期间也好 大家知道洪水是中共派人去把堤坝绝了 让水淹得卓州的很多村子 对 然后呢 村民去阻拦的时候 这些人就被公安抓走了 武警在现场 拿枪保护着 那如果敢有人阻拦 那武警肯定是动枪敢打的 敢把这些村民都打了 都能解释 疫情期间为什么警察大白 随便到每个人家去踹门 去撬锁 随便干 这个考题都解释了 以前我还真没注意到 我相信在中国干司法的 很多大学的老师也没注意到 这道题很简单 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是不是中国宪法 赋予公民的一项 基本权利 一项基本原则 A 是 B 不是 那你觉得是还是不是呢 在我的脑子里从小到大 应该是吧 然后答案肯定是B 不是 因为中国宪法的规定是什么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神圣不可迁谈 中国宪法中没有任何条例涉及到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或不能侵犯的相关条例或这个文字 所以B是对的 再听一遍 在中国记住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至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呢 是可以被随意侵犯或随意侵占的 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呢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大学的司法考试题啊 大家有机会看一下宪法 大学司法考试题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呢 是中国政府部政府有关部门或人民代表大会确认的相关财产 这两个机构都是中国共产党百分之百领导的 也就是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确认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 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 中国共产党说不能侵犯就不可侵犯 敢侵犯就干死你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确认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所以在疫情期间也好 在这次大水期间也好 什么财产能侵犯能破坏 什么财产不能侵犯不能破坏 都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就因为这道考试题 我又认真的读了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感触又深刻了一下 我以前还是粗犷了 还是被中共给玩了 像中共宪法第一条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 啥叫工人阶级不知道啊 是功能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狗屁啊 这是定义咱不知道啥意思 下面的话是关键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 也就是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 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也就是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禁止任何排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领导的 不可能 因为再讲一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 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明白了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时候 他才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否则的话 中国共产党不领导 不全面领导 记住啊 全面领导 那就不是这个国家了 那全面自于就是你媳妇他也领导 你家孩子他也领导 听得明白了吗 人家当年国民党说的共产共期没错 全面领导 你们家门踹破了 你老婆必须跟人家睡 只要中共说了 这就叫全面领导 否则就破坏宪法的行为 你他妈老婆就得跟人睡 知道吗 你呀存哲里存的钱 人家进来全部都拿走 必须充公 你不交工 那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 必须充公 全面领导 这个宪法的文字啊 大家有机会看一下 你从中国字小学初中最简单的了解 写得很清楚 都已经告知你了 就他妈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然后下一条第二条 叫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你看牛逼吧 听着挺好 人民行使权利的唯一途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 就是你是人民你要行使权利是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于中共指定的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共确认的方式跟图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 也就是换句话说 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中共说了算 中共说你是人民 你还就是人民 中共不说你是人民 你就是敌人 听得明白了吗 一切权利归于人民就是一切权利归于中共 所以既然这个国家是由中共全面领导一切权利归于中共 按照中国的宪法那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就是一个中共千秋万代统治下去的国家 实际上我们就是200斤万岁万岁万万岁独裁的国家 大家就读宪法吧 再读一遍 你用中国文字读 认真读 我们相信我们做事都不认真 你就会发现 其实真读完 中国宪法的核心就是一个思想 就是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要当中共的奴隶 你好好读 把那些虚的话都拿去 就落实际的话读完了 感兴趣好好看一遍 分析一下 哦原来中国的宪法本质是一部奴隶法案 跟全世界各国的宪法是不一样的 文字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但是把表面上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字拿去 只读有效的内容 核心的内容 发现它就是一部奴隶法案 这部宪法的目的就是让全中国所有的人心甘情愿 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奴隶 接受中国共产党奴隶主的独裁领导 而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可能成为奴隶主的唯一途径 对啊 你读读宪法就知道了 确实宪法是中国基本大法呀 真是基本大法 咱们就发现了 就唯一的 这种情况下 读了一部宪法 各种问题迎刃而解 所以对于我来讲呢 我老跟大家说我挺委屈 做企业做了长时间 中国共产党全国干走了 现在想想一点不委屈 我就是个傻逼 人家宪法都写这么明白了 宪法都告诉你奴隶法案了 你他妈活在中国 我活到快60岁 我为什么不好好认认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读读宪法呀 我他妈出生 我要认认真真读了文字 我读了个宪法 我就一点不委屈 因为我活在中国 我连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不是 我都没有任何当奴隶主的可能性 我干啥都是个奴隶 都是个傻逼奴隶 奴隶主人家愿意用你 人家愿意看你就看你 人家愿意打你杀你 干死你是人家的权利 我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 没有成为公务员 我连当奴隶主的门槛都没进去 我最终干个啥的结果都是个死 我就不该挣扎 我在这样的国家活着就不该挣扎 人家宪法都告诉你这么明白了 宪法都写这么清楚了 是我翟山英这个大傻逼没有读明白宪法 我这么大岁数不认认真真阅读一下 人家这个这么厉害的奴隶法案 你读了奴隶法案 你早就应该明白一切根源一切了 你冤啥冤 一点都不冤 你就活在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永远都在贪腐 对啊 为什么永远民营企业是被无限歧视 为什么中共的官员永远欺压老百姓 这是所有奴隶主机构应该的 人家宪法都写得很清楚了 只要是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国企 中国人做的归属于国家的事业单位 医院学校甚至于街道等等 人家都是奴隶主的一级组织 人家可以永远贪腐 永远歧视 永远欺压 这是宪法赋予奴隶主的特殊权利决定 这个世界上哪有条件当奴隶主的人 会不贪腐奴隶的财富 会不欺压奴隶 会真心帮助奴隶 还希望奴隶获得拥有权利 公平的对待奴隶 不可能啊 这么干的哪可能是奴隶主啊 只有还没当上奴隶主的 可能某些中共的官员 可能某些什么政府的人 还是平民 还没当上有权利奴隶主的时候 在那个阶层的时候 就跟我们现在读的历史一样 还可能帮奴隶干点事 因为他还没当上奴隶主啊 他心态可能还有点良知啊 对啊 还有点做人的基本上的那个心良心啊 但这个人只要当上奴隶主 进入奴隶主阶层了 他就必须马上欺压奴隶 马上贪腐 干所有的事 否则奴隶主圈子也容不下去啊 你都是奴隶主了 你还不在这个圈子里干事 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是干嘛呢 就是我对于中国共产党 别看我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 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也是随着我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讲述中 逐渐加深的 所以到现在 以前也看过宪法呀 还评价过宪法 但真没有这么深刻 我看了这个大学司法考试的题目 中国政法呀 西南政法都有这个题 然后再认真由此研究了宪法 就发现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人家都写明白了 所以跟大家讲讲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有打倒了中国共产党 彻底打倒了中国共产党 才可能解决 就是打倒中国共产党 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 原则和基础 不打倒中国共产党 宪法是放在这的 你永远改变不了 党员没有自由言论正常 因为您没混到大的奴隶主 您在奴隶主阶层里 您对任何一个奴隶制国家 您去待一待就知道 那一定是最大的奴隶主 拥有最大的权利 大奴隶主给底下什么权利 底下就有什么权利 当然大奴隶主 他没有很强大的中央集权性 地方强大 地方奴隶主也很有权利 但人民永远是奴隶 这个本质是不变的 这是变不了的 宪法已经本身产明白了 所以不管这个国家最终的最大的奴隶主换了谁 本质不会改变 只是有的奴隶主人品稍微好点 愿意对奴隶慈悲点 有的奴隶主人品差点 更狠的去压榨奴隶 但是由于他的制度本质 就是这么一个奴隶制国家 所以没法去改变 没法改变 有人说我在反复讲中共的问题 反复讲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些东西 好像重复的还真不是 因为这些东西叫越研究越透彻 我是把这些研究透彻 从宪法变成一部本质的奴隶法案 这么一个基础理论 一个真实不可推翻的基础理论 作为思想的炮弹提供给大家 中国的大变化已经不远了 一定相信我大变化不远 但是这种大的变化 最终要引起量变到质变 是需要很多理论在底下 让大家想明白事情 能说明白事情 很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 到底是本质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停留在自身感觉上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没有办法清楚的 看清楚这个党的本质 但是当读明白宪法 看清楚宪法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这些东西就可以成为 推翻中国共产党一些基础理论 一些真正的炮弹 就可以让更多有志知识 推翻中共的人 能够获得更多的 让民主更清晰 开启民智觉醒的一些 有力量的东西 让更多人愿意去通过 研究中国的宪法 向整个国家更多的人 揭示中国本质是一个 奴隶王国的本质 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起的名字 从今天起的名字 叫中共奴隶王国 你们如果愿意有更牛逼的 可以起个更好的名字 这个国家表面上 为了骗大家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阅读宪法后 你明白这个国家本质 应该叫中共奴隶 奴隶王国 当然还可能叫更多的名字 都可以 本质是这样 所以当大家能明白 这个国家本质 它跟中华人民 屁关系没有 就是为了中共去 把这个国家 作为奴隶制国家 进行统治的时候 那大家将来 在推翻这个国家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心里面 会有底气 我做事情喜欢 知其然更知其 所以然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制度 是必须打倒 必须推翻 对啊 只有奴隶统治的王国 才可能出现这种事 河北的大水 为了保护雄安 你看 我们的领导 在报纸上公开的讲话 不是光保护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还要保护雄安 雄安是什么狗屁玩意儿 那是我们奴隶主 脸面的样板工程 狗屎玩意儿 然后掘开堤坝 淹没了这么多家庭 数千人在河北 被淹没地区天津 在政府门口拉横幅 要求政府补偿 因为这些人 因为有意识的决堤 公安抓着武警 拿枪对着的决堤 导致大量的人 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 这个视频在网上 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那么多人去拉横幅 要求政府 你把我们新兴雇一辈子的家全都淹了 财产全都给破坏了 修复不了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洪水过后绝大部分房屋是修复不了的 为啥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跃城门口出现那么大的洞 是因为你设立的地基下面的土方被水侵蚀以后 水会冲走 是你的房屋淹了以后 它淹到哪个地方留下来的水渍 它对于你房屋的很多基础结构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还让你去住 还让你去呆行吗 而中国共产党中共这个奴隶主给大家这次洪水 说洪水是自然现象的赔偿的方案 竟然是23年前 2000年5月23号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 朱镕基签署的 蓄泄洪区运用补偿斩刑方案 也叫268方案 2000年做的补偿 2000年23年年的补偿方案 大家知道中国这么多年的变化有多大 大家知道经济发展有多快 每个人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 2000年的方案来补偿大家这次的补偿 你们觉得 这一次所有被洪灾有的老百姓会是什么结果 这就是奴隶主展现的一个标识 而且决敌你敢去吗 你敢去党吗 奴隶主上面就算给了大家补偿 像河南郑州的大雨导致的洪水 好像中共的奴隶主给了百亿信心灾后重建 这次审计方案曝光 根本钱都没用在灾后重建和补偿上 用于灾后重建补偿连20%都没有 大量资金被中共这些奴隶主各级政府平台机关节流 融资平台节流甚至直接被贪腐掉 所以北京河北天津的洪灾真的造成了危机 最终又有补偿的时候 放心又是一大堆各级大小奴隶主发财的机会 而且根据中国的宪法也就是我们的奴隶法案和中共的机制 挪用跟贪腐的问题本身就是这个机制固有问题 谁也不可能解决 无法解决 就是在这 有人写说我们天天说这个完 那个完 我们都大家什么什么意 我上回讲过了 你愿意待着你可以这么死 你愿意待着可以 当年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把统治的极严格的国民党推翻的起来 好好看看起来好好看看国歌和国际歌 饥寒交迫了吗 家破人亡了吗 你愿不愿意该服啊 如果当年你们这些小粉红写这些话的不良用心的中华民族的王八蛋罪人 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也是你这么心态 中国现在肯定还是中华民国统治的 肯定是这样的 到底想干嘛 所以但凡有这样的人在我这留言 为什么我不删 大家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王八蛋 这些小粉红他们到底想干啥 听得明白了 但是当年中国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积累 积累起来的 对呀 千里之地毁育一些 一个蚂蚁两个蚂蚁 一千一万亿个蚂蚁 你住的再强大 你也是个死 对呀 所以大家都不干都躺平 最后就全死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 必须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独裁者的问题 所有的社会问题推到上去 一定最后都发现 所有你们看到的各种问题 经济的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 所有问题推到上面 无一例外你会发现 都是这个独裁政党的制度问题 没有什么其他的 所有推到上面去 现在表现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中国人到了海外就骂中国 海外这么多 原来说中国这样那样的人 就包括我在那出去就骂 然后中国人的亲属 就像菲律宾现在的副总统 福建的媳妇 为什么那么骂中国 而且要号召所有菲律宾人 跟中国对抗到底 我跟很多人说 我说这里面有个大误区 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坏蛋走的大误区 包括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冬 为什么都骂这个中国 错了 他们都特别爱中国 爱中国人 他们骂的是中共 他们恨的是中共 是中国共产党 把一个好好的国家 搞成现在样子 把人民都变成努力 是中国共产党 不怀好意的 把这些人骂中共 说成是骂中国 那中国几千年 就这么一个大土地 你骂骂它都在啊 这个土地 你骂它有什么意思啊 它不就这个地盘吗 这个地盘上 所有现在出现的问题 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无一例外 只要是大问题 对呀 所以所有人真正所谓的反华 在媒体上反华反华 准确的说叫反共 是最恰当的 就我就叫反共人士 爱华反共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流氓 大壁体 大坏蛋 很多人愿意混淆是非 把所有反共的人都说成是反华的人 反中国的人 所以你说中国共产党多坏啊 这个脸皮多厚 撒谎撩片 几千年的中国在这 你中国共产党领导才几十年 你个傻逼反对你就变成了反华 反中国 你能代表个屁呀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你能代表中国吗 中国跟你有蛋关系呀 就是为了干这个 把这些词互换 然后让中国国内的一些不明白的人 不知道 其实海外所有的人 我再说一遍 人家没必要反中国 一个大土地搁在那 人家反什么呀 人家反的是 就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是最没资格提 中国和中华的党 你说你叫中国 中国的文字 甲骨文 中国创造的甲骨文 龟甲受鼓殷伤出来的 有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人读明白了 甲骨文 中国国内的人 我可能是看得明白的 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之一 对于中国的文字 中国文化了解清楚的人 几乎都在 中国之外 不管是在海外 在台湾 哪怕是在香港 现在也出来了 都不在你中国 你中国有几个人懂中国文化的 故宫都在你眼前淹了 六百年没被水淹过的 故宫在你都给淹了 文物都淹了 你中共有什么资格去聊中国呀 聊中华呀 除了玩阴谋 做坏事 啥也不懂 还代表文明古国 中国共产党真的太无耻了 就这个党啊 到现在你慢慢研究分析的 你就怎么都知道 这无耻到一种难以想象的无耻 谢谢大家 今天花这么多时间 又听我活儿八道 又听我瞎逼逼 听我砍大山 听我这讲的很不好的脱口秀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大家